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当把车身当成一个钢体的时候 那么大体上可以有这样一些的震动 首先车身质量 大体上有垂直 抚仰 侧倾三个自由度 这些都是和平顺性有关的 垂直的 侧倾的和抚仰的 当然你还可以说有前后的 有侧向的 还有横摆的 这些因为都在其他里边讲了 对吧 你比如像前后的 当然在什么制动性 在动力性 对吧 这涉及到前后的 侧向的和横摆的话 当然显然是在操作稳定性里讲 所以在这里边涉及到车身的这样一个三个自由度 除此之外 当然每一个车轮 当然在受到路面刺激的时候 它也有上下的震动的这样 每一个轮子有一个自由度 对吧 每一个轮子有一个自由度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七个自由度 对吧 当然这个是指的这种轿车 对吧 是指的这种轿车 当你是采用车桥的时候 对吧 你比如像这种商用车 对吧 它都是一前轴 后轴 对吧 这时候左右轮它不独立 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实际上也就是车桥的一个上下的运动 再加上它的一个侧倾的一个运动 对吧 再加上侧倾的一个运动 这样弄起来的话 一根车轴它也是两个自由度 对吧 也是两个自由度 对吧 所以这样一个震动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平顺性研究的时候 假如把车身当成一个钢体 对吧 那么基本上不考虑零七八岁的时候 就这样七个自由度 是吧 这样一个七个自由度 这个就是在研究平顺性的时候 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系统 是吧 当然 这七个自由度 震动自由度 对于我们研究平顺性来讲 对吧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课程来讲 就太复杂了 是吧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简化 当然你简化肯定要有道理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简化 是吧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简化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它的简化的历程 当然对于一个汽车来讲 假如我们的左右印记是一样的 对吧 左右印记是一样的 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路 假如要是一个好的公路 对吧 最开始都是用压路机压出来的 对吧 压路机压出来的 大缸滚子的话 你不能说它左右还有什么区别吧 对吧 所以它压出来这个路 它就是左右都是一样的 对吧 而你一个汽车制造的时候 对吧 假如它没有什么问题 它左右也是对称的 对吧 左右也是对称的 这样子的话 假如我们认为左右是对称的 对吧 左右是对称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汽车一批两半 对吧 原来是一个四轮的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两轮的 对吧 就像我们研究操作稳定性的时候 不也是把它简化成为两轮的 这样一个摩托车模型吗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一样把它变成两轮的 对吧 把它变成两轮的 同时假如我们同时还忽略 这样一些轮胎阻尼以后 这样的话就把它变成了 这样一个四个自由度的 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四个自由度的模型 当然旋置以上的结构 对吧 它可以有上下垂直的运动 再加上抚养的这样一个运动 同时加上前轮和后轮的 上下垂直的这样一个运动 简化成四个自由度模型以后 我们还感觉到 对吧 这个还复杂 对吧 我们还是希望把它进行简化 简化的目标是什么 最好我们只研究前边 或者只研究后边 对吧 不要把这四个连起来 做这个研究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实现把它左右分开 对吧 因为我们要做简化的时候 首先就要把旋置以上结构的一个质量 对吧 把它集中到前轮和后轮上来 对吧 当然了 富裕的质量要把它集中在纸心上 假如纸心的质量为零 那么我们当然就把它分开了 纸心质量不为零 那么就不能分开 是吧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看 在什么情况下它为零 对吧 我们当然要把它简化成 这个前后轮加纸心三个质量 是吧 那么在简化的时候 当然这三个质量加起来 要等于原来旋置以上结构的质量 对吧 也就形成了第一个方程式 对吧 也就是说让总质量保持不变 第二个就是说纸心的位置不能变 对吧 因为你简化这样一个系统 你纸心位置要变了 那当然它就会有问题 对吧 纸心位置不变 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也就是集中在前轮的质量 乘上纸心至前轮的距离 然后减去后轮的质量 然后乘以指心到后轮的距离 这个要等于零 对吧 这要等于零 这个就是相当于来讲 指心的位置没有变 第三个就是旋置以上结构的转动 惯量不能变 对吧 转动惯量不能变 也就是说呢 旋置以上结构的转动惯量 要等于它最开始是等于m2 乘以r y的这个平方 那r y的话实际也就是旋置以上结构的 回转半径 对吧 它呢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前轮的质量乘以a的平方 加上后轮的质量乘乘b的平方 对吧 你呢 通过这样三个方程 就分别可以把这个前轮质量 后轮质量和指心处 这样的一个质量 对吧 把它求出来 解这三个方程以后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有前轮质量 有后轮质量 还有呢 指心处的质量 对吧 我们发现呢 这个指心处的质量呢 它是用这个式子来表达的 指心处质量呢 它等于m2乘上阔弧里边 1减去r y的平方 然后呢 比成ab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 当然呢 我们在这里头就定义 一个ε等于r y的平方 比成ab 对吧 这个呢 把它称之为 悬挂质量分配系数 这个悬挂质量分配系数呢 绝大部分的汽车 对吧 假如呢 你不是一个特殊的车 它呢 基本上呢 是在0.8到1.2这个范围里边 对吧 从0.8到1.2的范围里边 也就是非常接近于1 对吧 非常接近于1 当这质量分配系数ε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指心处的质量就等于0了 对吧 指心处的质量就等于0了 对吧 也就是说呢 你的悬挂质量分配系数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左右就可以把它分开了 对吧 我就可以呢 一批两半 对吧 也就是前后的话 它两个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了 对吧 没有什么联系了 就是前边的震动 它不引起后边的这个震动 对吧 它不引起后边的这个这样一个震动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在后边的震动也不引起前面的震动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把它劈开 对吧 就变成了这样两个自由度的 这样一个震动系统 在两个自由度的系统里边 有一个旋置以上结构的质量 用M2来表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旋置以下结构的质量 对吧 用M1来表示 这个M1呢 当然就是你的车轮啊 这个系统的质量 对吧 当然在M1和M2之间 对吧 它用这个悬架 对吧 它有一个悬架 刚度系数等于K 再加上一个阻尼系数等于C的 这样把它连接起来 是吧 然后呢 旋置以下的这个结构呢 它通过一个轮胎刚度 是吧 和路面所接触 当然这个两自由度的这个模型呢 已经足够简单了 对吧 当然了 我们还想再简化 当我们把这个两自由度的 想简化成单自由度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 也就是说呢 车轮部分的过有频率呢 它一般来讲呢 是10到16赫兹 它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对吧 比起旋置以上结构 一般来讲呢 这过有频率呢 也都1到2赫兹 对吧 1到2赫兹 比起这个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对吧 如果激励频率 远离车轮的这个过有频率 也就是说呢 在5赫兹以下的时候 离它比较远 对吧 也就是说不会造成 车轮部分这共振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忽略车轮质量 和这个轮胎的弹性 从而呢 得到车身呢 单质量系统的这样一个模型 是吧 这个呢 当然就简化成了 单自由度了 这个呢 不能再简化了 是吧 我们呢 最开始的振动分析呢 就先针对这个单自由度的进行分析 然后呢 稍稍靠后 我们再分析 刚才呢 这个简化的那个 比这另外复杂的 就是两个自由度的这样一个模型 好 有关的振动系统 和振动系统简化的这个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